莫群书节的校友讲座第二场 在我身边的不用多介绍 是我们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瑶教授 大家多谢他今天 那么巧这边又叫祖瑶堂呢 应该没关系的 我们上一场就由张先生讲了The Third Age 张先生就说题目很depressing 我们再进一步 这一场是有个死字的了 那个校长选择这本书是Being Mortal 我们就硬强失了一个中文名叫新死美学 他都在一下子看到名字的时候 所以怎么样理学法和新同死的关系 怎么样透过这本书校长有什么分享呢 我将时间交给沈教授 首先解释一下祖瑶堂是怎么来的 大家进来之前有没有留意外面有一幅肖像 就是关祖瑶着事 他是中文大学的第一位校董会主席 他以前那幅画像是这里的 但是后来我发觉 我免得每一次都要解释 那么多我就叫那些人自己去看那儿 那个才是祖瑶啊不是我啊 他当然是一个对中大很大的贡献 也是一个首席第一 很早期的华人 可以进入立法会和行政会 所以祖瑶堂的名字其实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今天很高兴看到虽然星期六下午 但是也有这么多校友回来 令我觉得很惊讶很感动 通常星期六下午都应该在家里睡觉 我想当然是因为你们很有兴趣听张参辉教授的说话 然后吃完东西之后就不太好意思走着 我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一本书叫做Being Mortal 这本书其实我看的时候 因为它是跟医学有关系的 我也认识那个作者 因为这位在哈佛地医的外科医生 他的名字叫做True Dwandi 是一个印籍的外科医生 他来过香港讲话 他又送了这本书给我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里面其实 他一开始就讲到 他爸爸在他最后的几年 那个生命 他自己作为一个医生 他怎样看一个人 去到人生的最晚期的阶段 刚才我知道张教授有说人生有一二三期 是吧 四期 那我们现在去到四期尾了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 我们不应该从一个这样的 很灰暗的角度 去看我们的人生 反而呢 会不会有一些另外一些角度 甚至乎不需要去到那个阶段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一个更加积极 和向前看的人生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 一个角度和一个好的理解的话 你甚至乎可以觉得 人是不会死的 是灵状的 因为我们虽然肉身可能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 如果能够留到一些东西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自己其实是一直留在这里 我很喜欢去一些外国人的喪禮 他就会说这个是谁是谁 他就是Lived by 他的儿子 或者是他的女儿 或者是他的后裔 就是说他其实是没有离开的 只是用一个不同的形式 是流传在这个世界 那么这本书的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说了一些 都挺医学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也很有兴趣 他说你知不知道 在人的受税 在过去一百年 是改变得很大很大 所以你看看那些 古装片 那些历史片 哇那些人 真是惨了 我三十多岁就死了 其实三十多岁已经是差不多 是应该死的了 在那个年代 因为在直到1900年的时候 人的平均受税 都还是不超过五十岁的 就是说一百年前多一点 都是不超过五十岁的 而但是去到1930年 就进化到六十岁了 去到2010年 很多国家很多地方的人口 平均受税都是超过八十岁的 你知不知道香港的男性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八十三岁的女性是多少 八十六 其实不止 可能已经去到八十七八十八了 不知为什么女性是长 男人其实是很不超过我们平均五至六岁的 而香港人的受税 除了我们的空气又不好 生活又紧张 老板又什么 但是我们的平均受税 他差不多是全球最长的 我们的永远 为什么呢? 因为医生好 这个很明显 是不是? 但是其实 为什么在过去一百年 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其实我真的没有说错 是科学科技的进步 医学的进步 但是他说在初五十年 由1900年到1950年 所有的平均受税的增加 是因为几样东西 是因为环境干净了 是因为有疫苗注射 就是以前有很多病 是一中就死的 譬如是天花 现在没有了天花 对吗? 以前我想在我小时候 也看到有很多人有小疑麻痹 现在是差不多没有的 因为我们的弟弟一出生 就种了这些疫苗 所以只是环境的改善 只是防止一些传染病 还有食得好了 就是营养上好了 再加上不打仗 那就已经是 由五十岁以下 去升到六十岁了 但是由六十岁 再升到八十岁或者以上 其实是很多很先进的科技 加起来才增加到后面的二三十岁 而且这二三十岁的增加 是非常昂贵的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很多病 开始有得医 以前没有得医 但是那些药贵到你都不相信 我是做肠胃科和肝的 我们二十年前才知道 原来有一种肝炎 叫做丙型肝炎 Hepatitis C 以前我们不知道 有这样的病 叫做non A non B 也不是 A 也不是 B 不知是什么 但是二十年前才发现 有一种肝炎 叫做丙型肝炎 Hep C 二十年后已经有些药是吃四个星期 至到六个星期就吃好了 那么厉害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种药有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吃六个星期的Hepatitis C的药 是大约要五十至七十万 你都说了 我真是离谱 真是这么贵的 那些癌症的药也是这样 现在有很多癌症的药 很多癌症都真的开始有得医 以前就是手术做得到就做 做不到电疗 电疗不到 打完化疗药 其实就化了个人 比化了那个肿瘤的 因为那些副作用是 根本就是令到那个人 又得头发又瘦 又没有胃口等等 但是现在那些化疗药 是真的 又不会有那么多副作用 而且真的看到那个癌症是小了 虽然是没有 包裹一定是医得好 但是那个寿命是长了的 但是也是贵到不得不得了 可能在最后面 人生最后面的六个月 增加六个月的寿命 可能是要花你一生的积蓄 或者你不用的 不过有很多人是很多积蓄 那就不用了 但是如果随时 六个月的药是吃了几十万 或者打几十万的药 但是就是六个月的寿命 所以这里其实也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整个世界正在转 我们的寿命 今天在座当中的人的寿命 他可能已经是九十九了 你说祝你长命一百岁 那他明年就玩完 所以你说最好祝你长命一百二十岁 那你还稳定一点 另外呢 就是Family Size 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多少兄弟姊妹 但是以前的Family 是平均在1900年的时候 这个家庭大约有七个小孩 我不知道可能喜欢七星叛鱼 追个儿子 或者什么 但是到了1900年 已经开始跌到三个小孩 现在全香港的出生率 是差不多全世界最低的 一个夫妇都没有一个子女 是零点多的 那很多原因 因为我们觉得 想自己享受一点 自由一点 养小孩很贵 又很激气之类之类之类 所以越来越少人生小孩 现在大陆虽然说 他的一孩政策已经取消 但是其实不是很多人再想生 多过一个 甚至乎一个都不想生 所以Family Size Family Size 又小了 而呢 以前的女人 生了老哥 是由 差不多由十几岁 一直到 不止四十五十岁 即是到更年期之前 她还在生 就是说她有三四十年的时间 所以可以生九个十个 因为每两年一个都需要很多时间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由三十五岁左右起码 就不再生了 因为呢 又知道那些高风险 是不是 唐氏综合症 那么老先生 一会儿到我退休 他都没人 他都没人读完书 就是很多很多这些讨论 就是那个女性的那个生小孩的时间是很短的 你想想她读完书都已经二十七八岁 对不起 应该是 就是看你读什么 还有看你有没有浪班 如果你没有浪班的话 你都二十四岁读完书 有些人再考什么试 进修 找工作 弄得来 女生结婚也二十七八岁 男生也三十岁才结婚 那么三十五岁就 就不生了 所以是只有 六七年的时间是有小朋友 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呢 你以为三样东西加在一起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 什么呢 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确实是 刚才这里都说 现在都百十几岁了 人口老化 还有老之外还会怎样呢 你想想一下 老 而且是孤独的 因为 子女不多了 对不对 因为又生得少 年纪大又还在 也还健在 那么 于是 其实有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出现 孤独 这张照片就是我爸爸妈妈 和我两个女儿的 为什么要拍摄这张照片呢 就是因为今天就是我女儿的毕业 她在中文大学毕业 刚才是在拍摄毕业照片 这张照片 谢谢你 这个的照片是 我自己看下去 我觉得好像不是很久之前拍摄而已 其实是大约十二三年前左右 我想 今天毕业的那个就是在右手边戴眼镜的那个 他已经是医生 但是呢 那么快 其实这些日子是很快的 你会觉得 哇 为什么我眨一下眼睛 其实我们的记性太好了 我觉得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记得很清楚 哇 那时候他还生日 我还切蛋糕 还什么什么 现在大学毕业了 再过了几年 那就到我们老了 就到他们支配了一切 是吗 我们有没有prepare for这样的情况呢 那么在外国呢 他们的看法就是 我们现在是越来越 趋向 亦都喜欢 是 live一个independent life 根据这本书的作者说 就是说 以前的concept和现在很不同 以前呢 最近最好是 四代五代一起住在一个四合院 那里 那些子子孙孙 曾孙 室 什么东西 全部都住在一起 是的 我也记得 我以前有些亲戚在加拿大 他们太多了 孩子有很多个 然后那些孙子有很多个 然后又养两条鱼 又做几天猫 又做几天狗 然后他把那些鱼 和那些狗 和那些儿子的名字 混在一起 叫那些儿子 可能叫那只狗的名字 或者叫那只鱼的名字 但是 以前是真的觉得这样是很开心的 但是现在呢 人的 那个concept 那个观念是改变的 很多人就说 我老了 我宁愿清清淨淨 你不要搞我 我宁愿去一个很开心的地方 每天就是打拳 就 听一下音乐 就 现在呢 你知道吹香 是 开一种这样的 酒店式的老人园 就是 很开心的 就是说 你只需要把你的积蓄 不知道多少百万 都放下去 以后都不用付钱了 所有东西都包了 住到你不住为止 那就 那就 看看你有多少岁 有时候是他赚了 有时候是你赚了 这样 在这些的 所谓的老人园里面 其实就是酒店式的服务 早上 就有人跟你做运动的 接着呢 就有一些兴趣班的 有 有医生就在楼下而已 健身也很棒的 而甚至乎 在美国呢 在Arizona 有一个地方 他将整个城市 变成了一个 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香港都快要 会建成这样的东西 可能会有一个在沙田 我听说 就是说 是一个community 全部是 Healthy aging 很开心的 就又要 就是给大家有很多活动 不要socially detach 很多老人家跟你一起 下棋好 打麻将好 又有些运动 这样 那现在呢 那个概念是在转移的 以前就是跟 哇 那些儿子啊 孙子啊 孙子啊 一起住 现在呢 就喜欢搬出来 是自己 好像很开心的 安享晚年 这个呢 很多人看为 一种的 自由 是一种自由 哎 我终于都熬完了 刚才我也跟 不知哪一位校友聊过 我快要去 真正享受我的人生了 我终于都熬完了 那些儿子了 就是有一种很释放 那种自由的感觉 而呢 他觉得呢 最好就是 不要住得太近 但是呢 有事 打个电话 又可以过得来的 所以这些叫做 intimacy at a distance 就是很亲近 不过你又不要跟我太近 免得跟我媳妇吵架 是不是 免得跟谁又吵架 但是呢 我喜欢见到你的打个电话 那你又过得来的了 intimacy at a distance 但是所有这些的 那么美好的图画呢 其实是rely on一样东西的 rely on就是 究竟你 的健康 和你的 心情的状况 能不能够给你一个 independent的life 还有你懂不懂得 live independently 獨立 这样去生活 不需要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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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什么是一个independent life呢 就是你的身体 已经是 都还可以走得走得 自己又吃些什么 又吃得下 那些牙油还在 是吧 你喜欢看东西 看书 或者看电视剧 眼睛又不会花到看不到 耳朵又聋到听不清楚 又不会出了街 不懂回家 所有body function 还是能够维持到某一个水平 但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 没有可能永远存在的 一定是去到某一个阶段 人生就像春夏秋冬那样 去到一个季节 那我们就完结了 不过分别在于什么呢 分别在于以前是这样完结的 你知不知道 其实很多的 很出名的人 以前都是 死得很突然的 华盛顿 美国第一个总统 是喉咙发炎突然间死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antibiotic的 就是这么少的东西都死得的 美国原来 因为头那几任总统 全部都是 relatively sudden death 就是 不可能不知道 他是心脏病 还是中风 还是什么 那个健康情况 是突然之间 不行的 但是过去那三十年 我们已经 去进入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们的健康状况 是这样的 就是好下叉下好下叉下的 因为呢 又是医生好 是不是 就是那些医疗的 医疗的 那个先进的程度 令到你是 你那段时间不行 心脏病 然后又摆一条 摆一条支架 摆一条支架 然后 然后 然后有些人又 没有多久 发觉 血管又堵了 又可以摆一条支架 又起身 然后 然后 有起起伏伏的 就不会摆一条支架 但是 那个 右手边的图 它的寿命是比左手边长 而且是不会那么突然之间 但是 它不等于是 一直到尾 都是independent 其实它去到某个阶段 它就开始 become dependent 它就开始需要 人家的帮助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现实 那个的情况 所以 很多人 当我们年纪 一路一路大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是怕死 我们是怕 一路一路 失去了一些 我们本来可以有的功能 其实呢 就是我自己也在经验这些东西 所以我早前也很 有一些 有些 怎么说呢 有一种 是 不是很开心的 感觉 好像觉得自己 好像太阳在下山 那样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就是 我开始有老花 那别人说 怎么搞错 你现在才老花 那就是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五十岁都还没洗 但是老花眼镜 但是 早一两年 开始就 看东西 真的看不到 如果赞灯暗一点 我看不到 赤了 赤了 是的 我又记得 几年前 我和那些女儿一起走桂林 独秀风 那样 那两个小孩 走上去 但是我走到 这么高级 这么高的楼梯 我发觉原来 我膝蓋又不太行 然后发觉又开始肥 然后又 其实这个肥是和这个做校长绝对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职业的危机 因为你要应酬很多 那又肥了 那就更加一只脚又受负荷 然后那些血糖开始看到 快碰到那个6.8的水平了 那你又开始想想死了 会不会要糖尿呢 糖尿就很麻烦 又要吃很多药 又要打枝 就是很多样东西 你开始感觉到去到那里了 去到那里了 所以 OH是一个continuous series of losses 是一个 你一样一样 会失去的 一个这样的process 但是是一个 我们避免不了的情况 最后呢 最后呢 就是我们去到 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医院 或者是nursing home 我要讲一个真事给你听 就是我 早二十多年前 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 有很多华侨的老人家 有时候就请我去她家坐下 那些子女 和那些孙子 全部都在外国出生的 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妈妈呢 就很开心 80岁生日 叫了那些孙子来 那我就问 啊 孙女 妈妈老了 你今天送些什么礼物给我啊 那她的孙子就很活配 很开心 也就是 真的很诚意地说 Grandmother I'm going to buy you a seat in the nursery home 哈哈 咬了 但是其实其他那些子女 就觉得 是啊 It's a good idea 她们不觉得是 就是一个 她不觉得是一个 curse 她觉得真的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老人家来说 你就不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好好的生日礼物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家里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 如果自己年纪大 越喜欢在家里呢 因为 home 你自己的家里 和你的老人缘相差的是 天和地那么缘 在家里 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的时间做些什么 你可以决定 你要的空间多大 你可以决定 你的东西放在哪里 你可以决定 哪些东西我想要 哪些东西我不想要 今天我想吃什么 不想吃什么 几点钟看电视 几点钟洗澡 或者不洗澡 对 但是在那里呢 你失败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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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失败了 你失败了这个 自己做事的权 因为 今天 每一天 老人缘就是六点钟吃饭 每一天就是那两只 送的 是吧 洗澡就是几点了 你拥有多少的空间 其实都不是由你自己控制的 他们说呢 这本书说呢 他觉得在Nursing home 就是现在越来越发展得 很重要的一种行业呢 是有三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就是 住在里面的人觉得很闷 第二觉得很 lonely 第三觉得是helpless 因为你在里面 其实不是由你自己去主宰 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而人的寿命 而人生呢 快乐的人生呢 其实是需要 有意思的 有meaning的 一个happy life 是一个meaningful life 如果不是的话 让你二百岁的命都没用 如果你只是躺在床上 由八十岁一路 睡到二百岁一路 一百二十岁一路 都不死得的话 其实是可能 可以做得到的 其实是 因为现在其实是很难死的 如果在医院那里 真的假的 我不是说笑的 不是说那些 尖酸刻薄的说话 是很难死的 因为那个脑子不动 没有用 但是我们的心 都可以让你一路跳下去 肺一路可以泵气进去 神可以帮你一路洗 肝都可以做一个人造肝 给你洗 对吧 那些手脚 来不时 找一些人 甚至乎可能 找一些机械人帮你动 那其实是 所以去到医学 去到一个地步 其实 Define 死 是开始有些困难的 当然我们现在用的 都是brainstamp 就是说 脑的 脑干 如果完全没有 activity 那我们就认为 这个人是叫做 大脑死亡 但是呢 很多borderly function 很多身体里面的 器官 是可以一路永远维持下去的 只要不要停电 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故事 开始进入 就是 怎样可以令到 我们的人生 不要误会 再听一听 就快有人哭了 不要 不用这样的 怎样可以令到 我们的 第四个人生的阶段 开心一点 他就发觉 原来在有一间老人院那里 初一头 他去做一间老人院那里做 他就发觉 然后呢 那里呢 每个人都呆了 坐在那儿等吃饭 坐在那儿等洗澡 等去洗澡 那他呢 就 做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他最初呢 就先种了几棵植物 在那里 种植物其实都不简单 因为你又怕 不知道会不会有花粉症 你又怕 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蚊 走出来 这样 接着呢 他就再多做几只猫 再多做几只狗 在那个老人院那里 那就发觉呢 不知道为什么 过了一两年之后 发觉那间老人院那些 住在那里的人呢 他们 连吃药都少了 开心了 还有 命都长了一点 就是 当然是比较一家 是没有动物 没有植物的 另外一家 是有动物 有植物的 那他就发觉 原来在那里面 种了几棵树 或者 给他们 早上淋一下番茄 种一下 一些 小小的花 或者 放了几只狗 放了几只猫 放了几只猫 给那些公公婆婆去摸一下 都会开心了 然后呢 他就发觉呢 其实人的生命 是需要meaning的 是需要有意思的 还有呢 什么是令到我们觉得 人生是有意思呢 其实 如果人生是需要有意思呢 是需要build up 一些relationship的 是需要有关系的 还有呢 是需要有一个意思 为什么我会 生存下去呢 是需要找到一个meaning的 他说呢 我们时时都去问自己 除了我 今天的生活 所需之外 有什么是beyond 我自己 我可以留得到 或者影响到其他的人 这个是一个 meaning 而这些的价值观 这些的原因 生存下去的原因 他们发觉呢 是 在我们的 老年的日子里面 是非常之重要 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不用想这些东西 因为 你上班啊 很忙啊 臭小孩啊 是不是 已经occupied 你根本就不用想meaning 那些meaning 就是 不要让老板打牛鱼 就是meaning 我儿子入到大学 就是meaning 但是 去到那个阶段 他说 The only way death is not meaningless is to see yourself as part of something greater a family, a community, and a society 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 原来我影响到 原来我影响到 我和我的家人 我自己的社区 甚至乎那个社会 我留到一些东西 我影响到他们的话 他就会发觉 是meaning 是多了 而死亡呢 不再是一个恐惧 而只是一个阶段 因为你知道 就算我的肉身离开了 我仍然是可以 是 留下了一些东西 而今天的医学 对不起 今天的医学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今天的医学 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出现 While we have all the means We have lost the meaning of medicine 我们说 我们今天有了所有的 means 就是什么 我们有了所有的方法 有了所有的技术 有了所有的technology 令到那个人的心中在那里跳 Why we have the means We have lost the meaning of medicine 所以很多医生 在医院里面 在医院里面 都做得很洩气的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 好像只是 他都不是照顾一个病人 他只是一个 很大的工厂里面 好像一条书送带在上面 他只是上一粒螺丝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譬如 有一个病人进来 急症室那个人就看一看 照一张肺 抽两个血 接着就上了病房 他就看不到那个人 上了去上面 上去 第一批医生 看一看 他就说这个是什么病 接着他就寫下一些东西 那那个姑娘去做 他就看不到 接着他就发觉 原来是癌症 再转到另一个部门 那个是专看癌症 他就跟你做点电疗 然后说不如去外科 那个病人就 好像在一个 很大的工厂里面 每人都是跟他做一点点 因为每人都是做他最 专长 最专业的一样的东西 而我们看不到整个过程 看不到那个人 那个human being behind 这个病 我记得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做医生也是这样的 我不记得那些病人 叫什么名字 没有意思的 他叫什么名字 我才记得这个是大肠癌 这个是 为癒痒 为癒痒 我应该两天之后要出院 麻烦你快去出院 不然我床又搞不定 这个中风 昨天进来 三天之后 一定要去沙田医院 有样 不然我床又搞不定 对于我来说 他们只是一个diagnosis 他只是一个病 一个名字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 我缺乏了 human的部分 人的部分 所以呢 再更加 我只是做一部分 他胃癒痒 但是他可能 他还有心脏的问题 他的脚也有些东西 而且他的子女 就不要他了 他进来的时候 他连身份证也没有了 他的社会上的那些东西 我又不理得那么多 他的心情 那些也不关我事 那些找clinical psychologist 搞定 然后我只是看他的绘扬 总而他的绘扬 不出血 我就搞定 我做完了 那我就等于 好像上了一口螺丝 在整个机器里面 When we have all the means we have lost the meaning of medicine 而医院现在变成了一个 一个这样的 所以是一个很冷冰冰的 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忘记了那些 有血有肉的人 Until 其实 就是 SARS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提醒和教训 当时 我们很多病人 都是医生来的 其实 和护士来的 或者是医学生 大约四分之一 是医护人员 其实早上的巡房 都是多余的 因为那些人 自己都会看自己的 Xray 自己都会帮自己 在抽血 对不对 我走过去巡房 其实都是说 一些他都知道的东西 有一次 我就走过去一个病人 也是医生来的 跟他巡房 听听他的肺 他说 教授不要听我的肺 不要听前面 你再多听 后面好 我怕我咳 就 传染了给你 我突然想 我说 不是 不要紧 你看我 我是打不死的 我是百毒不侵的 所以我说 你让我听前面 我跟你看看 我就跟他听 我看到他 突然之间 眼泛雷光 因为 我发觉原来 一个很大的 一个慰问 怕他的肩膀 听听他的肺 给他一种治疗 就是 不是医了他的肺的病 而是医了他的心的病 原来每一个病人 除了他的身体 之外 还有一个 患者 是需要 原来我们可以 只在肩膀 说个难夹的竹 都可以 帮到另外一部分 所以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基督教徒 我记得 然后我马上想到 就是一幅图画 就是 在圣经里面 他说 耶稣去医那些麻疯的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这些故事 其实耶稣是医了 大约四个麻疯的人 只有一个 他走过去 那个人说 你是上帝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就康复了 其实他是说的 对的 你有神迹 你有Miracle 那我用不需要走过去 开药呢 不用的 我说你康复 就康复了 是吧 但是 那个图画 就是耶稣走过去 摸一下他的伤口 然后说你结症了 这个好东西 那个touch 是医了他的内心 因为他本来觉得自己 是骚髒的 但是这个医生 走过去摸一下他的手 不要紧要 我不嫌弃你的骚髒 这个呢 是 就是一个好的医生 我想说的就是 今天的医疗 的体系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科技 其实是可以令到很多人 一直活下去 100岁 120岁 但是 如果我们没有给到 命中的意思 如果 病人自己也觉得 他的人生 是没有什么意思 我也没有什么期待 总之就是 不能死 其实 是不是等于 一个好的生命呢 第二就是 如果 健康医療 医生 或者护士 或者护士 或者什么都好 如果他只是 你头痛 我便医头 我便医头 我便医脚 其实他也没有 做好一个 他医疗的工作 所以 在这些 很令人害怕的 这个其实是 沙士的时候拍的 是ICU的照片 ICU就是 深切治疗部 你看看一个病人 可以随时 在身体上 他会有六七条喉 插进去 他不能呼吸 我们就插一条喉 或者太久 我们还要开个洞 Tracheostomy 然后放一条喉 然后 他的血管 我们就插一条喉 注射静脈的东西 在动物上 我们就放一条喉 量度 小便 我们就放一条喉 大便 我们就插一条喉 他的肚 要洗腎 我们就多放一条喉 要洗肚 也多放一条喉 那些人的肺 就穿了 我们就多放一条喉 六七条喉 在这里 其实他是 你说是生的 还是死的 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 我们好像是不能够 保持住 那些的数字 那些的心跳 Medicine has not solved the problem of 这些这样的病人 而在美国 他们计算过 在美国的医疗的费用里面 百分之二十五 是放在最后的几个月里面 五百分之二的人 他们是去到一个 Terminal Illness 放在那里面 但是这些钱 这些 prolongation of life 或者suffering 是否值得呢 有人说 其实如果我 有一天 要去到ICU的时候 要插住那些喉 的话 我宁愿你让我 说完我想说的那几句话 对着我太太说 我爱你 对着我的 对着我太太说 我对你不住 是吧 可能说完那几句话 你还有价值 你插住一条喉 在那里 和我泵多两个月 我都不知道 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本书 Being mortal 其实是这个医生 在arguing 究竟我们要继续 不停地用technology 来 prolong人的寿命 还是我们应该 emphasize 生命是需要有个意义的 而我们呢 是否应该 是教人 如何在 我有的日子里面 找到那些意义 而去到一个地步 我们不应该 再去 只是用technology 去 prolong 那个心跳的时间 所以呢 嗯 这里呢 我就要讲三样 怎样 令到我们的 这个才是 最后才是 整个talk的highlight climax就是 要做三样东西 各位 今天你可能 我看大家都是 几三十岁左右 那你今天可能 未能去到这个阶段 不过你现在就可以prepare 去做这件事的了 第一 stay healthy 我现在每个星期 去做四次gym 刚才今早才做完 嗯 这是马会来的 哈哈 哈哈 是因为 因为大学那些gym 被那些学生罢了 我没有办法 哈哈 那么呢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我 我做了 六年 校长之后 我真的发现我身体 是差了很多 不止是头发白了 人重了 还有呢 我觉得我 有很多 我自己都在认识的 那些东西 我觉得呢 我的血压又高了 特别是某些时候 就是 漸中或者什么 那些时候 又高了 还有呢 我发觉 我 就是 人好像 整天都很累 那样 很容易就觉得很累 还有呢 觉得好像 很不开心 那样 有一天呢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 其实是1月1号 今年的1月1号 1月1号 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 我很聪明的 我呢 废举事 忘记了自己的结婚周年 所以 我就和我老婆 选了1月1号 还是 永远都是放假的 又不用拿假 所以 每年1月1号 我都要 去 慶祝我的结婚周年 那 我们今年 就选了去行山 那 就由这个龙脊 一路走走走走 到大浪西湾 大浪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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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大浪湾 那我看到那些人在滑水 我觉得很高人 然后呢 我就说 不如我买一条游泳湾 谁知道 我看到一条很漂亮的 但是呢 不适合 差了四寸那么多 那我 但是我又说 其实 真是坏了 不如我减肥吧 让我减肥到可以 因为那条游泳湾 还是没有橡筋的 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的 那我就说 我买了它 让我一年之内 穿到给你看 我和我老婆打了 我老婆说 你浪费了 减四寸 如何减肥呢 以你这样的 就是 现在这样的工作 和吃东西的方法 谁知道呢 我就买了它 买了它 买了它之后 一个月之后我就穿到了 因为呢 我第一个月呢 第一个月呢 你待会再拍吧 还有一点好 哈哈哈哈 我就 我第一个月呢 就是地狱式减肥 如何叫地狱式化呢 就是我 我 早餐没吃了 下午呢 就吃些很难吃的麦片 就是那些老人牌那些 又没味 又一坨东西 那样 那晚上呢 就不吃饭 就是只是没有吃饭 也有吃菜 因为我见过一个医生 那样肥肥的 他说 他不吃饭 也只是减了10磅 晚上一刻 下午都可以吃的 那我又做了 结果一个月真的减了15磅 只是第一个月 吓了我一跳 我老婆说 你是不是生癌症呢 他问我 为什么会减了这么快 他问我 我说没有 我真的没有 但是呢 瘦了10磅之后 就发觉 咦? 不太行 因为呢 原来我们就这样减 是会所有东西都一起跌 就是说 你的肌肉又跌 脂肪又跌 什么都跌了 那就发觉 真的 连个人都好像跌了 那样 嗯 那接着呢 我有个朋友 他就说 其实呢 减肥是要 减了你的肌肉 增加你的肌肉 那所以他就说 那你要吃哪样 吃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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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来跟我做健身 那这个呢 其实 我发觉后面那部分 还个人 因为呢 我减了十多磅之后 我就开始去做 这些这样的 那我就发觉 啊 原来我以前 失去了的一些身体的功能 原来可以拿回的 就是说 我以前觉得 譬如我跑步 那样 我跑一两公里 我已经觉得很累的 但是我现在呢 减了之后 我又再跑回 我发觉 咦?不是啊 我跑到五六 都不是很累的 就是我不多气喘 我发觉 那个膝头哥呢 痛痛一下 原来跑一下 不痛的了 最紧要的那样东西就是 就是 当这些变化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 他给了我一个 一个人生观的一个改变 我突然之间 觉得原来 我生命呢 是可以 扭回转头一点 或者起码可以拖慢了 这个是 就是突然间 令到我的心情呢 都觉得 我 我 不是一定再 很快速地 衰老下去 而是 我可以 原来我可以 扭转一点 那这个呢 就是 我 我最近这个月 是 心情是开心了 很多的 一个 很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跟这件事的关系 那所以我现在呢 就 很喜欢去做健身 有时候下班 那晚没工作呢 就 十点都去做 以前哪会这样 以前下班 已经觉得很累了 那多数都是 回家几十元饭 我已经 立刻想睡觉 十点就睡着了 但是睡很多 我都不觉得 是 很refresh 很精神的 但是一做完了呢 我觉得 是很开心 而且是很 不知为什么 就是 人是开心了 而且是觉得自己 是年轻了 这样的 也有些人是这样说 我说我好像年轻了 你觉不觉得呢 那这个是 第一样东西 我觉得呢 你一定要保持健康 因为你一定要健康 无论你的身心灵健康 你才可以 刚才我所说的 independence 是不是 如果你不健康 你就很快 就没有了 然后就要坐轮椅 然后就要 你喂你吃东西 所以 stay healthy很重要 而呢 你不要说 哎呀我现在都 已经太迟了吧 我已经六十多了 我已经七十了 不是啊 我的trainer说 他帮过 七十多八十岁的人 都去做gym 虽然他就要很小心 怕着大力的咬 咬鬼断的骨 但是呢 他说 都会看到有recovery 都会有一些的转变的 所以 it's never too late 不是太迟的 就是你不一定需要做些 好像 举于那些 很重的那些东西 但是呢 就算你只是在那里 踩下单车 已经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当那个转变一扭转 一开始呢 你的心情 和你自己对自己那种的看法呢 改变 那个才是 我觉得 是最大的得益 第二呢 如果你要live independently 呢 需要有一些东西 你是喜欢的 需要有一些东西 你是 觉得你享受的 我发觉呢 香港的人 特别是男人 其实是真的很糟 因为到了我们的事业 已经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有人说呢 男人和女人的角色 到了退休之后 是倒转了的 以前呢 做事的时候呢 那些男人就会 哇 很多交際啊 很多朋友啊 忙到飞起啊 老婆就在家里 到退休之后呢 就到那女人出去 那里去打巴掌啊 那里去什么什么 那男人就坐在家里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所有那些朋友 他所有以前 involved的 activities 都是跟他的事业有关系的 因为停了那样东西之后 他没有了 所以 现在呢 就开始 要去做一些 你喜欢做的事情 刚才呢 是不是张教授说过呢 就是 人生的下半场呢 是要 要有一些事情 是令到你觉得 You are still living 和有一个 meaningful的 living 我们好像踢球那样 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踢法是不同的 上半场呢 要尽量入球 入多几个 所以走走走走 下半场不是的 要扭下 拧来拧去 想一下防守 想一下什么 有些事情是 你二三十岁的时候 没有机会做 三四十岁的时候 是没有空的 现在是有时候 而且做了那些事情 你会发觉 你的人生是有 meaning的 这是给你 Storage 可以继续到两十年 是一个很重要的 或者养一只狗 或者有一个宠物 或者 像我这样煮饭 我突然间很喜欢煮饭 因为我有一个 我讲一个秘密给你听 我有一个志愿 就是我退休之后要开一间餐室 要开一间只有四张桌的那些餐室 你有没有看过周润发那一套 《秋天的童话》 那间餐室就只有一板子那么多的菜单 因为再煮多也不行了 不懂了 但是只有四张桌子 就是在石澳好 在大嶼山好 海滩旁边 哪个老友来找我 扔两杯 吃完之后不用给钱 给一些都可以 给就更加好了是不是? 不给都可以 总之就是有些人 做些东西是你喜欢的 那你找回那个meaning in life 那个是很重要的 那个是很重要的 我想特别在座当中的男士 就是 我觉得我爸爸其实是 有这个困难 他做了 他一世都是在一个事业 一个business里面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但是他一停了之后 其实他已经七十岁才退休 停了之后 头的几年就开始打太极 但是后来都没有了 然后呢 我还是觉得他适应不了退休的 只反而女人是适应多一些的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social network 是比我们更多的 那 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又觉得我现在写一下书法 画一下书法 其实那些 很便宜的 那些墨汁 就是买一瓶用鬼 多久都用不了那支墨汁 那些纸又很便宜的 是不是 还有呢就是 原来我写到鬼五马六 送给人 那些人又当保 那样 还省回大学 鬼五多紀念品不用买 是不是 但是 但是这些是一些 不是喔 不是说笑的 拍卖也卖了十几万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 但是 其实我真的不是在乎 那个卖了多少钱 但是你发觉 真的写一些东西 写一下东西 画一下画突然之间 你觉得有一种兴趣 你会觉得 就是bring back meanings of your life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可能你不是写字 不是说 可能你是 做一下义工 可能 总之你找一些 你自己觉得做完之后 你有意义的东西 不是说钱的 那 这个是第二件事 第三 是keep your relationship 这两个是我女儿 十年前的样子 这个是我女儿 昨天的样子 已经是毕业了 很开心 我也觉得 是近期最开心的事 但是 我觉得 也给了我一种感觉 就是 大了 就是二十一岁以上 其实她很多东西都不用问过我 她很多东西都可以很独立地去决定 我也不敢过问很多东西 但是 keep your relationship 是很重要的 就不要 断了这些 这样的 因为 就算她不是住在你的旁边 就算她不是供养着你 但是 是这样的 我们的人生是需要跟 我们的家人 需要跟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甚至乎是一些 你后来才认识的朋友 建立这些关系 你的生命的 meaning 就在那里发生 因为我们都会过去 任何一个人都会过去 但是 他们就是把你的生命延续的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是不是 如果你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做 教书是挺好的 因为 你的学生 其实 就是你的 如果 不是激气那些 是不是 就是 就是你的生命的延续 因为你将你的 价值观 将你的生命 将你的经验 share 了下去 可能会影响了那些人 而那些人又会带了几十年 然后他又再带领我一些学生 那你的生命就延续下去 你就没有死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 Best One 我经常都觉得 我是没有选错我的行业 因为我做两样东西都是跟这些人有关系 我看病人 或者我教一个学生 甚至乎我们自己的子女 很多人都在外面的事业 很成就很大 但是 我们忽略了自己的子女 或者我们的子女的子女 我们忽略了那样东西 而他才是将我们的生命延续下去 一个很重要的 element 在这里我想 如果我还有大约四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Tag Talk OK 这个Tag Talk 是很重要的 我看了很多次 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 说了 他说人生如何才是可以 Stay Healthy和Stay Happy 他们做了一个75年这么长的实验 一个从来都没有人做过这么长的Study 跟踪了一班人75年 然后他作了一个结论 我想在结束的时候 如果这个东西是可以动的 真的可以 我看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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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游戏中 都要做了些什么 那些事情 都要做了 是朋友们 和他们的事情 去做 你做的事情 它是好 这些事情 能够的 很多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人生命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人们的时间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认识是任何但20-20 我们认识大量的什么 happens to us in life 然后 sometimes memory is downright creative 但 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看 整个人的生活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看一样的一样 从小时到小时到小时 看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看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我们做的 这个 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 may be the longest study of adult life that's ever been done for 75 years we've tracked the lives of 724 men year after year asking about their work their home lives their health and of course asking all along the way without knowing how their life stories were going to turn out studies like this are exceedingly rare almost all projects of this kind fall apart within a decade because too many people drop out of the study or funding for the research dries up or the researchers get distracted or they die and nobody moves the ball further down the field but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luck and the persistence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researchers this study has survived about 60 of our original 724 men are still alive still participating in the study most of them in their 90s and we are now beginning to study the more than 2,000 children of these men and I'm the fourth director of the study since 1938 we've tracked the lives of two groups of men the first group started in the study when they were sophomores at Harvard College they all finished college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n most went off to serve in the war and the second group that we followed was a group of boys from Boston's poorest neighborhoods boys who were chosen for the study specifically because they were from some of the most troubled and disadvantaged families in the Boston of the 1930s most lived in ten minutes many without hot and cold running water when they entered the study all of these teenagers were interviewed they were given medical exams we went to their homes and we interviewed their parents and then these teenagers grew up into adults who entered all walks of life they became factory workers and lawyers and bricklayers and doctors on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ome developed alcoholism a few developed schizophrenia some climbed the social ladder from the bottom all the way to the very top and some made that journey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 founders of this study would never in their wildest dreams have imagined that I would be standing here today 75 years later telling you that the study still continues every two years our patient and dedicated research staff calls up our men and asks them if we can send them yet one more set of questions about their lives many of the inner city Boston men ask us why do you keep wanting to study me my life just isn't that interesting the Harvard men never asked that question to get the clearest picture of these lives we don't just send them questionnaires we interview them in their living rooms we get their medical records from their doctors we draw their blood we scan their brains we talk to their children we videotape them talking with their wives about their deepest concerns and when about a decade ago we finally asked the wives if they would join us as members of this study many of the women said you know it's about time so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are the lessons that come from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pages of information that we've generated on these lives? well the lessons aren't about wealth or fame or working harder and harder the clearest message that we get from this 75 year study is this good relationships keep us happier and healthier period we've learned three big lessons about relationships the first is that social connections are really good for us and that loneliness kills it turns out that people who are more socially connected to family to friends to community are happier they're physically healthier and they live longer than people who are less well connected and the experience of loneliness turns out to be toxic people who are more isolated than they want to be from others find that they are less happy their health declines earlier in midlife their brain functioning declines sooner and they live shorter lives than people who are not lonely and the sad fact is that at any given time more than one in five Americans will report that they're lonely and we know that you can be lonely in a crowd and you can be lonely in a marriage so the second big lesson that we learned is that it's not just the number of friends you have and it's not whether or not you're in a committed relationship but it's the quality of your close relationships that matters it turns out that living in the midst of conflict is really bad for our health high conflict marriages for example without much affection turn out to be very bad for our health perhaps worse than getting divorced and living in the midst of good warm relationships is protective once we had followed our men all the way into their 80s we wanted to look back at them at midlife and to see if we could predict who was going to grow into a happy healthy octogenarian and who wasn't and when we gathered together everything we knew about them at age 50 it wasn't their middle age cholesterol levels that predicted how they were going to grow old it was how satisfied they were in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people who were the most satisfied in their relationships at age 50 were the healthiest at age 80 and good close relationships seem to buffer us from some of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getting old our most happily partnered men and women reported in their 80s that on the days when they had more physical pain their moods stayed just as happy but the people who were in unhappy relationships on the days when they reported more physical pain it was magnified by more emotional pain and the third big lesson that we learned about relationships and our health is that good relationships don't just protect our bodies they protect our brains it turns out that being in a securely attached relationship to another person in your 80s is protected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in relationships who they really feel they can count on the other person in times of need those people's memories stay sharper longer and the people in relationships where they feel they really can't count on the other one those are the people who experience earlier memory decline and those good relationships they don't have to be smooth all the time some of our oxygenarian couples could bicker with each other day in and day out but as long as they felt that they could really count on the other when the going got tough those arguments didn't take a toll on their memories so this message that good close relationships are good for 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this is wisdom that's as old as the hills why is this so hard to get and so easy to ignore well we're human what we really like is a quick fix something we can get that'll make our lives good and keep them that way relationships are messy and they're complicated and the hard work of tending to family and friends that's not sexy or glamorous it's also lifelong it never ends the people in our 75 year study who were the happiest in retirement were the people who had actively worked to replace workmates with new playmates just like the millennials in that recent survey many of our men when they were starting out as young adults really believed that fame and wealth and high achievement were what they needed to go after to have a good life but over and over over these 75 years our study has shown that the people who fared the best were the people who leaned into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y with friends with community so what about you let's say you're 25 or you're 40 or you're 60 what might leaning into relationships even look like well the possibilities are practically endless it might be something as simple as replacing screen time with people time or livening up a stale relationship by doing something new together long walks or date nights or reaching out to that family member who you haven't spoken to in years because those all too common family feuds take a terrible toll on the people who hold the grudges I'd like to close with a quote from Mark Twain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he was looking back on his life and he wrote this there isn't time so brief is life for bickerings apologies heart burnings callings to account there is only time for loving and what an instant so to speak for that the good life is built with good relationships thank you thank you a good life needs a good relationship 所以今天我们教书整天都很喜欢讲三点 那三点就是如果你想有一个很开心的人生 要stay healthy 现在你要开始动 开始做运动 它不单止是改变你的身体机能 改变你的心情 第二 找一些你喜欢做的东西 对于你来说是有meaning的东西 第三是建立一个好的relationship 什么叫好的relationship呢? 它在这里说是网络更大 除了以前是你的workmate 现在变成了你的playmate 以前是跟你一起工作的人 现在是找一些人跟你一起玩的 跟你一起去做那些跟你的事业没关系的东西 第二不是说多少朋友 不是个数目重要是个quality重要 而那个quality里面呢 是包括了你的家人 你的子女 其他的人 第三就是一个好的relationship 其实都认到你呢 不单止是身体健康 帮助你的记忆 帮助你的脑的功能 各方面都是重要的 所以希望各位有一个很开心的 不知第三还是第四阶段的人生 以及保持健康 多谢嘉雯 多谢沈校长 我们其实没有特意夹的 但是很有趣 今天下午这两场 我们第一场 就有一位哲学老师 带领了我们问了很多问题 然后第二场 就有一位医生 就开了一张方案给我们 就是好像有一个很微妙的呼应 但是也是和我们开始有刺身的关系 我可能远一点 或者我们这个时候 看看有没有朋友有些问题 是想问校长 或者是有什么意见想分享 欢迎大家 可以举一举手 是 张忏飞教授亲友 是的 我姓红的 我也是叫Joseph 我知道沈教授 也是我们医学院的教授 也是很知心的老师 关于医学教育 我有少少的建议 刚才也提到 要触碰那些很重要 因为过去两三年 我家里有经历过这些问题 其中一位就是我很亲 我唐妹 就是两年前 她差不多四十岁的时候 就在一个深切治疗部 住了几个月 到最后不幸地 都要两只脚撤肢 是很高的 到最后就回到普通病房 我们心急了几个月 都成三 最后出院都成五个月 她离开的时候 有些顾问医生 因为有个案子很惊讶 为什么两只脚撤肩 都会有细菌感染的变化 因为都没有原因 因为她只是一个普通家庭 住口 在家里弹琴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就鼓励她 希望她能够康复 有机会移植 等等等等 走的时候 有一些顾问 很高级的医生 这些中级医生 都会被中级医生 一起见到她 因为她的情况状况 很严重 其中一位高级医生 就跟她说 你没有希望 你设得这么高 你的脚 你年纪 你都没有什么机会 做意志 等等等等等等 她说很多事情 令她说 我们也很努力 为什么医生说这些话 但我相信这位医生 应该不是中级医生 我希望不是 另外两位医生逃了 另外一位医生回来说 你不用呼心 不用心汗 现在很多案例都有机会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 她真的可以做到意志 亦是进行医生 我认为医生 我们当然很严重 很严重 因为她很大打击 我看的一点 其实 医生 可能是医学判断 是一个专业的提供 但 其实对他们当时比较最好 实际上 这可能是人的意志 我觉得 可能是我们中级医学教育 这部分可能是 他们很忙 医生 他们做训练的时候 但可以在公共教育上 其实可能可以在这方面 做多些工作的照顾 令到更加好 我觉得是 对人的意志很重要 或者这边的角色 可能是 i care 可能是有贡献的地方 我不知道 谢谢 你说得很对的 其实 同样一句说话 是可以摧毁了人家的一生 亦可以 令到他 可以建立他的信心 和希望 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可以说给你们听 不过这里 不方便 我觉得 很多时候 这些训练 其实不是上课可以训练得到 是一种 新教 是一种 榜样 就是 他们见到 老一些的医生 怎么做呢 他们 希望可以学得到这种态度 第二就是 跟那个人的 自己的成熟 的maturity 和他的sensitivity 就是他 对人是否敏感 他有没有一种 人民的情操 觉得这是一个人 不是一件货物 不是一份job 不是一个床位 就是 他能不能够 看东西是 超越了这个角度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一些没有 我们知道 不能治好的病人里面 其实我发觉 有两件事 是最重要的 第一就是 病人 无论他 其实很多他们都自己知道 例如 我有一个末期的癌症 或者我有一个什么病 是没有办法医好的 但很多时候 其实他们都不是 就是 期望那个医生 可以做出一些神迹 奇迹 帮他医好 而他是希望 留下两件事 一个就是 他自己的dignity 他人生的一个尊严 就是有很多病人 他觉得很痛苦 就是他在 他最病的时候 他连人生基本的尊严 他都觉得没有了 有很多病人 例如他大小异便 或者他洗过梁 或者 很多很多 例如我记得 以前彬仔 有一个要求安乐死的 他说 有一只蟑螂 在他的面上走过 他都无法拨开他 因为他除了一条颈 以上之外 都用不到 他觉得很尊严 这个是我们要 很小心去 如何去控制 第二就是 他觉得 要让他觉得 是有人陪他走 最后一段路 而不是只是放弃了他 没有了 这个可能是 医护人员 最需要做的事 也是家人不需要做的事 有时我们 不是一定要说些什么 或者开了什么的药方 而是只是 坐在那里听他说 我曾经有一个 病人 他患了一种 腸胃的病 他觉得很痛苦 他经常都跟我说 他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就告诉我 他要自杀 我听了他 我一直给他说 我说了半个小时 其实我都觉得 他根本就不是 一条腸的病 他是 一个 情绪的病 但是我给他说了半个小时 其实他也很开心 因为 为什么教授 都给我说了半个小时 平时在医馆那里 四分钟 他已经赚了 对不对 然后有一天 他送了一盘盘装给我 他拿上来我的办公室 其实一盘的 现在还在我的办公室 一盘很简单 他说 他说 教授 我想送一些东西给你 他说 我知道你也没有时间 淋水 他说 如果你弄到它 就快要死了 你不要扔掉它 你给我 我帮你再种生 我觉得 这么困难 你送一盘盘装给我 又要说我还要死 然后我想了一会儿 我就写了一个邮件给他 我说 多谢你送一盘盘装给我 我也多谢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即是说 如果他快来不行的 你就奸给你 我说 不过你也想想 如果你也很像那盘盘装 如果你快要死 你不要死 你来找找我 让我帮你种婚生 然后他就很开心 因为其实也不用钱的 是吧 也不用开药的 就是说了一句话 他觉得你好像 了解了他 你陪了他走了一段路 他现在一直都没有死 还结婚生仔 现在还不耐心你找我 我觉得 我不知怎样教的 其实这些东西都教不了 我想是一种 自己一种 对于人生的一些体会 以及 你敏不敏感一些人 他们的需要 我希望我们多一些老师 以他的榜样来 去影响那些同学 其实这些是很 不敏感的价值 或者是这些很 中大医学院是最最高的 他们一定是 IQ很高 甚至很大压力都可以 但是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 他们已经有很多学分 才不得业 很辛苦 有做实习 但是在哪方面 是可以 把这些 人性 多一些的东西 我知道 张教授会告诉你 就要来读我们这个 通识课程 特别是这个 Foundation Study 那你就会对人生有 是吗 是与人们对话 是 我看是否用 可以了 刚才沈校长说到 现在的医生 都有很多 Fustration 因为他觉得工厂 上咬螺丝 其实我也很认同 这件事 另外一方面 其实香港的医务人员 我觉得是很优秀 尤其是政府医院那些 因为我有个亲戚 在政府医院做医生 他经常告诉我 有什么事 最好进入政府医院 千万不要去私下医院 其实我想说一件事 既然我们有 这么优秀的医务人员 其实我们在制度上 或者在哪方面 可以改变一下 令到我们的医务人员 他有一种很开心 去做他的工作 和有一种sense of achievement 因为如果他们做得不开心 最终来说 我觉得社会也是受到損害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 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很多年轻的医生 他们都觉得在政府里面 做得很无人 无人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在那里 刚才我说 好像上一口螺丝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看得到整个医疗的过程 里面 他能够帮到病人些什么 然后又怕医疗事故 明天又看到报纸卖 又怕部门的主管 说你为什么用这么贵的药 又不便宜些 你又不用了 有很多这些东西 都是令到一个 可能是本来很有心的医生 他可能是意志消磨 然后他就会跑到私人市场那里 去赚钱 因为其他的得不到满足 希望在金钱的回报上 得到满足 但其实 大家可能听过 一些叫月球人 星球人 一个星期就得到100万 可以赚到这么多钱 但我觉得其实他们 都不是很开心的 因为第一 他除了钱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 他也很孤独 其实做私家医生是很孤独 但是有什么可以令到他们 真的在医疗体制里面 找到更多的满足 以至于他不是马上走了 只能懂得赚钱 所以我们就要建一间 中文大学的教学医院 希望在里面 我们是以人为本 以及不需要太多的制肘 就是说 这个就是医管局的政策 一定要这样 这样 希望是以病人为中心 但是他赚的钱 又不是好像 私家医生那些那些 那么多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给一个 fixed 的收入区 我们希望他得到的满足感 是由 他真的 用得到他自己学回来的技术 或者他再深入研究的一些新的科技 是在病人身上 而看到是有一个成果 而不是一个很大的工厂 他只是在输送带上面的一个部分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我们 希望在2019年可以实现的一个梦想 是 就是想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医疗医生 或者医学界的朋友 他们可以 所以他们 其实 单手拍不響 我觉得做病人 或者普洛大众市民 其实 我见到很多 case 其实可能现在社会的状态 令到很多人都很焦虑 也很心急 令到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去看医生的朋友 他都可以给多些少少 trust 医疗系统的朋友 可能令到整个relationship 可以 的tension 可以 整个relationship 可能会更舒服 可以更好 我只想分享一下 就是说 双方面都要去contribute 令到整个relationship 会更好 一个harmonie 可以出现 是 后面有位 请问一下 校长的安乐死的问题 如果作为一个医生 和一个进步 校长会面对这些问题 在我们现在香港社会 或者我们有的医院 政策里面 是否适合 或者应不应该去推动 这个医生 话题 传统答案 就是说 一个医生 是没有这样的权 去结束人的生命 我们只是有这样的天职 去减少他的痛苦 以及延续他的生命 这是传统的答复 所以这本书 其实就是 我认为 我觉得是有少少 argue against 这种这样的说法 他意思就是说 有些的病 特别是那些 在深切治疗部里面 都已经不省人事了很久的人 其实我们 技术上 是可以令到他不死的 但是我们 究竟对于 那个人自己的意愿 以及他那个 究竟我们这样 维续他在医院的时间 是否有价值有意义呢 我曾经去一个 我曾经在香港 某一间 最贵的私家医院里面 人家叫我去看一个病人 他就是 exactly 是这样的情况 他是一个 脑出血中风的病人 睡在深切治疗部里面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 他已经睡了几个月了 他突然有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就大便出血 他们就叫我去看 想叫我去跟他做个抢镜 我觉得病人 根本都没有知觉 他都不动的 如果我做抢镜的话 可能会增加了他的风险 读穿了 怎么办 或者就是 其实我觉得那个抢镜 不会是一个 在他的病情里面 有一些很重要的改变 我就说不如不要做 其实 我看不到有什么的价值 我就写了一些东西 我就走了 一年半之后 那间医院 又再找我去看过 一个病人 原来又是他 我以为他出院 又回来 原来不是他 一直在深切治疗部 住了一年半 一直都没有醒过 结果他找数是三千万才出院 第二次叫我多天去看看 究竟他最近又摇了血 怎么办呢 我结论也是 其实 没有什么需要去做 但是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证明 我们不可以只是看 那个人的心里 会不会跳 根本他的生命 对他说 有没有意义呢 回答你这个问题 安乐死的看法 我们今天 大部分人看的意见 都是说 我可以 譬如当一个病人 他有一个不治之症 去到某个阶段 我可以withhold 那个treatment 就是说 我没有再做其他的事情 去延长他的寿命 但是我又没有做些事情 去加速他的死亡 因为我们是 不可以做些事情 去加速他的死亡 但是我可以做些事情 是没有 prolong他的suffering 那这个是有分别的 譬如这么说 如果一个有肺癌的病人 他跟着出现了一个肺炎 肺炎是治愈的 是可以用抗生素的 或者做些气管镜 就抽一些痰 再噴抗生素 这样 但是我知道他的肺癌 已经扩散到到处都是了 他又很痛又很成 那我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justify 不插喉 不做这个气管镜 不给抗生素 或者给多些的止痛药 让他安长地离开 为什么 那为什么不就立例 改修改法例去做到 好像欧洲有些国家 是直接准许 有这个安乐死的做法呢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当你出了一条 这样的法例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漏洞 或者是有很多人 是利用了这条法例 去做了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 比如organ trade 比如是欠遗产 或者什么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是要担心 那些事情的情况出现 可能都不会很多 不过你都不想 因为这样 被人利用了一条法例 因为是准的 原来是准 医生可以打一针 打死了那个人 但是究竟什么情况 才叫做 一个正当的安乐死呢 是很难define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或者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我同意他说 就是生命应该是meaningful的 我们是应该维持下去的 当他的生命 已经不是meaningful 那样他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的 或者他只是 躺在床上 一直是 捞弓虾米的 躺在这里很久了 不meaningful的时候 在某些情况 我们是可以 rethold treatment 但是 你问我 我都不会再打 一个lethal injection 打死了那个人 好 因为时间差不多 我想问一下 张先生你有没有什么 想回应一下 和你刚才的谈论 好 多谢校长 其实Donna说 刚才你校长讲的 和我上场讲的 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校长最后 讲了三个方案 就是我们 如何保持健康 以及如何保持生命意义 第三 如何有一个好的关系 在这里面说的 有趣的问题 在于 我除了教 所谓海德加之外 我在中大 刚刚还有一科 在讲的 幸福论 这问题和幸福论有关系 这三个方案 里面 可以 因为是自己一时 可以自己去健身 可以自己去运动 第二个 也是自己可以 我自己找到 我们的生命意义 读书 第三个 其实 刚才听过 有一个很古老的 但他不提出来的字 答案就是 最重要 就是love 爱 但这些 我也是教爱情似乐的人 刚才Donna说 我听过 很多年前 我讲爱情似乐的人 但这些最难的事 人生面很多时候 最痛苦 亦都是人和人的关系 当我说了人和人的关系 但的确令到我幸福的时候 就是说人和人的关系 得到一个满意的关系 极难极难的事 所以可以看到 比如说 在讲的幸福里面 中央有一部分 比如说在Stoics 在庄子里面说 不要有情 离开人 你才得到自己自主 真正的幸福 是和痛苦化了无关 在真正的幸福里面 是自己心境的 就是宁静 和人有人的关系的话 被爱痛苦 当然快乐在一起 即是说 虽然答案很明显 即是说 我们有情有爱 生命有意义 但正正也都是 可能是二千年里面 基督教有什么 都最难的问题 即是 我们觉得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实际上怎么做 反而也都因为 所谓 有人有去健身教你怎么做 或者再读哲学里面 教人如何去 有生命意义 但是所谓 我们从无教过 爱的哲学 或者诚的哲学 没有任何说的东西 或者诚的教育里面 没有的 但要给一个 其实是 大家知道的答案 大家都不知道 如何找到答案 其实这个问题 回头 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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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答案 其实七百五床里面 很明显 有些人的确得到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 但实际上 失败的人很多 其实大部分的痛苦里面 都是人和人之间出来的痛苦 我们的悲哀 我们的问题里面 就是人和人陷入了 那么多冬年就出现了 是的 爱和痛苦 是整天都一起出现的 就是你特别 如果你爱一个人 更加容易令到你受到伤害 和痛苦 如果你对于一样东西 都是没什么所谓的 那你是很well protected 但是你也没有感受到那种的爱 那我 我不是很懂得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能够说 在那个关系里面 一定是有两方面会出现的 可能在佛教里面 就会比较教你如何放下一些的关系 于是你比较脱离了 或者能够起码拿得起 放得低 那你就能够 不会永远沉淪在那个痛苦的过程之中 但是 如果你从来都不去 尝试拿出你自己的爱 那个感情 你也都永远 是可能 只是好像是 喝来喝去都是一杯淡的水 那到过了一生之后 不知道呢 可能你觉得没什么可以 没什么可以令到你留 记忆 也都没有什么是留得低在这个世界 所以 我就宁愿是 有少少痛苦 但是多一点的 也都有感受过那个的爱 无论是父母之间的 夫妻之间的 或者是同朋友之间的 在这里呢 我也很想介绍大家看一部电影 很多年前我看过 我看了很多很多次的电影 叫做On Golden Ponds 金池堂 那就是两父女做的 就是Norman Forster 和Judy Forster 做的 那是说 Foster是一个 这两个阿伯 他和他的老婆 两个在湖旁买了一间屋 很漂亮的 那就是说 他两个老年的时候 就去那里度假 那他的女儿呢 Jane Fonder 其实跟他一生都不合 父女的关系非常之差 那就是说 他们如何解决 两个Fonder之间的关系 但是很感人的就是 那个太太 就是最后那一幕 我还记得 是他 Henry Fonder 是 突然间最后那一幕 是心脏病发 他捋下了 那他老婆就很紧张 他拿一粒 药给他吃 这样 然后抱着他 你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然后他最后 他省了一只眼 没有死到 这样 在里面呢 我觉得描述了 有很多种人的感情 但是中间也有很多痛苦 或者痛苦 尤其是他的女儿和他之间 我也觉得 就算我和我的女儿 都有很多 up and down 和痛苦 但是我觉得 如果没有那些东西的话 我好像没有生活过 那样 我更好是 去处理了那些疲惊 所以我可以享受那些爱 在里面 那 多谢校长 我想 应该可以放学了 差不多 很多谢校长今天分享 刚才 刚才 刚才张先生提到爱和情 又回到我读大学的时候 收到他的科学爱情哲学 我很记得他曾经跨海口 说如果我们可以在文国之前出版的中文里找到 我爱你这个表现 他可以不知道给我们多少钱 五千元 五千元 然后我真的有去找过 真的没有 可能我看得少 因为张先生他提醒我们 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更加强调是情 那今天我想 就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那么多校友回来 去和我们去探讨一些 其实有一点沉重 但是又很刺身的问题 那我相信都是一种情 就是同中大的情 那 所以刚才我突然突发奇想 在想不如我们今天 又不是太多 不如我们一起用照片 去纪念这个时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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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